开始 不可思 死不再来 欢迎老铁们 大家多支持我们的小姐姐 这种是等级货 从关注主播 手机成了新农剧 推进电子商务近乡村 春天里的新农活 开始 不可思 死不再来 老铁们 欢迎老铁们 大家多支持我们的小姐姐 这种是等级货 从关注主播 我点那些关注 手机成了新农剧 买买的都是知语啊 这次机我们现在是卖188 我追溯 消费者可以少一下 直播成的新农活 流量成的新农资 赶紧下单 下单给你们知道 花点时间 明天全部给你们搬走 48个小时进来 那你的船桌 开手单 推进电子商务近乡村 春天里的新农活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咱们来看看 今天直播间里面 到底有点啥 我们再准备来开箱了 今天这个直播间 大理很多 松绒钢片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 各位可是来着了 先开个袋 这个包装还是很到位的 来 我们可以给个特写 看看这是啥 松绒钢片 各位 这只要一开袋 这个香味就已经传过来了 香气扑鼻 那要跟各位介绍 这些松绒钢片都使用的是海拔三千多米高的 原始森林里面采挖到的新鲜松绒做成的 松绒了不得 每年只有八月份到十月份 您才能够吃到新鲜的 平时想吃怎么办呢 就得靠这样的钢片来解解馋了 董老师 松绒钢片到了呀 对呀 给我一包呗炖汤喝 好好啊 这好货呀 我也要 这剩下的我拿走了 我不给你联络 这几个意思 这个是 看来这个是买少了 没了 这怎么办呢 这样 咱们现在又一块去直播间里面 咱们再强点 你好 卓某 能听到吗 东东老师 你好 你好 我听得到 卓某好漂亮 我把我警惠的一句葬语送给你 Justine 很高兴见到你 给大家说说咱们今天直播间里面 都有什么好货 今天直播间里面的话呢 好货特别的多 有咱们高山上的松绒钢 我刚被他们抢走了 还有咱们的牛肉钢 还有咱们的高远萝卜 看着都特别有食欲 你看今天到琢姆直播间的 不仅仅我在这儿 还有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一块都来到你的直播间了 你就必须得给我们大家送点福利 给点优惠啊 到底有什么福利和优惠 今天冻冻老师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我特别的高兴 我给大家送出一个很大的福利哦 就不告诉你福利是什么 这样咱们在琢姆的直播间里面 看看他到底给咱们什么样的福利 咱们就三二一开墙 我跟您说 我今年买了那个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松绒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个大的还松绒 我今天晚上太兴奋 太激动了 两岛的话有四百多克 然后看一下比琢姆的脸还大 比琢姆的脸还大 而且这种松绒的话呢 它是出口机的 谁是一单就给谁帮 需要的朋友赶紧下单 上网没过来 不到十分钟 三千多人同时在线观看 半个多小时后 琢姆挂上链接的松绒全部售完 我家的货的话 它是供不应求的 只要一上架的话呢 大家都会巴拉巴拉的就一下抢完了 就今天晚上有的货 已经全部都卖完了 是的 半个小时的时间卖了三万多的货 每年八到十月的松绒季 村民们都会起早贪黑 进山找松绒 全家忙活着一件事 可到头来 全部收入还不到一万元 曾经琢姆和乡亲们一样 都被动接受着这样的局面 直到2017年5月 一个视频的爆火 改变了这一切 就是这个视频 是我爸给我拍的 当时是我跟我母亲 在挖一个丛草 我就跟我父亲说 帮我拍一个嘛 当时发这视频 我还爬了半个小时到山顶上 把这视频传出去 第二天才到了山顶上 我才看到他上了热闻 虫草难寻 从前城市里的人们几乎没有机会 直接挖虫草的现场 可现在点击屏幕 就能联系到视频里 这个正在大山里挖虫草的姑娘 短短7秒的视频 一天的播放量达到了60多万次 一根网线 迅速将琢磨和消费者 连在了一起 私信也好 评论也好 都是找我买丛草的 我卖了2000多块钱的丛草 把自己的丛草 比这边当地的市场 高出了一点卖出去了 有点不可思议 我就想着 怎么这个短视频 还可以卖东西 当时特别的 不敢去想象去 半天时间 琢磨赚到了曾经打工时 一个月的收入 既然能靠短视频 卖虫草赚钱 卖松荣也能 琢磨意识到 必须要在拍短视频上 好好下功夫 只有不断吸引流量 才能让更多人 关注到他想要销售的松荣 2017年 松荣记到来后 琢磨和丈夫杜沫奎 正式开始了短视频创作 你展示的时候 你的手不要动过来动过去的 这样他这个焦点会更不重要 我手又不是稳定机 不是 你不要很大幅度的倒数 他跟标没有那么快 我跟老杜平时拍视频的时候 没拍之前绝对要吵一次架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要求太严格了 这个不行 重新来 重新来 那个不行 他就说重新来 重新来 说错一个字都要叫我重新来 和往年一样 每天都要进山的主母 多了一个严格的帮手 丈夫杜沫奎 除了挖松荣必要的工具 他们还带上了拍视频的家伙事 乡亲们埋头挖松荣时 琢磨对着镜头说个不停 好 开始 这种松荣的话呢 它是一己的 因为它刚挖出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是没有膜的 这种是等级货 在运输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一点点撑开 撑开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说是非常的正常 有时一条内容要拍好几次 直到夫妻俩都觉得满意了 才算过关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视频 剪这个在电脑上 啪啪啪啪啪 就剪出来好看 可以 这个视频很重要 因为最近几天 经常有顾客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开散松荣 也不知道什么是一级松荣 也不知道什么是二级松荣 对对对 很正常 人家地方又没松荣 你解释一下不就得了 就用这个视频 啄妈 啄母和杜沫魁不断尝试 账号上热度最高的一条视频 点赞量达到了一百多万次 小婉 这就是一 dens 是我发什么东西 他们都跟我说 红马你这个东西要怎么买 要怎么联系 每个人都是在这边评论区上给我打着 因为他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他会不按我的思路走 也会突然超出那种常规 我都是拍出突然会有惊喜 会有什么的 其实大部分非常爆火的视频 都是这一种 两人在拍摄中逐渐发现 那些随机记录下来的鲜活瞬间 时常能让点赞量和粉丝量双双飙升 记者跟着着母去牧场收松容时 发生了一件小事 也被记录了下来 牧民为了方便过河 搭了简易的铁板小桥 但在这样的桥上 两个人走着 如果步伐不一致 摇晃起来谁都站不稳 一个人走啊别动 对 刚走过去 着母又跑回来 他和杜沫奎商量 让他拍一个短视频 给粉丝们看看牧场的环境 和牧民们的生活 今天呢 昨晚上牧场上来收货了 就是收松容 结果呢 时间来晚了一段 然后就货全部拉下去 市场上卖去了 然后跟大家说 牧场上的路真的很难走 我车只开到了那边 然后这段路是要走路的 然后这个路的桥有点那个 那怎么看特别的晃 真实的记录 是着母获得超高流量的密码 2017年的松容季 短短三个月 着母的账号 涨粉五十多万人 过去在市场上 被压价到一百多元一公斤的松容 在她手里 卖出了三百多元一公斤的高价 山里的女孩 而靠一部手机 一根网线 打通了城市与乡村的界限 掌握了家乡特产销售的主动权 而在距离着母家乡 道成县两千多公里远的 安徽荡山县 五颜艳带领的娘子君 和着母有着一样的愿望 掌握销售的主动权 特别酥 特别好吃 徒手百里 这是酥 老铁赶紧下单 来 刚刚的节目里面 看到五颜艳徒手掰离 我也没忍住 咱们得现场试试 还真是 这离太酥脆了 尝一口 汁水是真多 而且确实是甜 说心里话 现在这个季节 虽然还不是荡山苏黎 集中上市的时候 但是咱们依然能够吃到 这么新鲜的苏黎 你为什么呢 因为五颜艳的冷库里面 还有预留的存货 每天呢 她都会带着这个铁娘子们 进行直播 一天能够卖出 一到两千斤的荡山苏黎 你问了 这怎么直播 这生意它怎么就这么好呢 咱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 五颜艳的铁娘子团队 你好颜艳 能听到吗 哎呀颜艳 你好你好 真热闹啊 这样颜艳 先跟大家一块打个招呼 好不好 大家好 您这样 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铁娘子团队 好不好 这个是我们的铁娘子团队 这个是我们的小娘子 小娘子 小娘子今年多大了 今年八岁了 今天跟妈妈来我们直播间玩 来直播间玩了 欢迎欢迎欢迎 其他的这都是咱们 铁娘子团队当中的成员了 对呀 我可是听说呀 咱们这个团队那太厉害了 不仅仅直播带货做的好 好像还有才艺 很多人还是才艺主播 能不能现场跟我们来一段 可以呀 我们拿出来我们荡山人的热情 小娘子来 小娘子来 我是大苏黎 家住荡山地 做大皮包苏又甜 生死吃蜂蜜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花 万亩梨园齐绽放 玉树花海等您来 黄桃罐头棒棒糖 溃瞪亲友暖心房 特色风俗展风采 热情招待险情怀 你看咱们想三个女人一台戏 咱们这六位铁娘子团队往这一站 这老爷们那真是插不上话 插不插得上话不重要 咱们赶紧一块下单吧 好不好 这是五颜艳的直播团队 几个女人轮番上阵 一部手机 一间屋子 又是唱歌又是捏离 两个小时不到 就已经聚拢了十几万的人气 今天直播多少单 一万一千多单 那个桃桃打出来 好嘞 这些都是我们一天的成果 辛辛苦苦的成果 然后你看荡山的苏黎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王牌王炸 荡山苏黎是安徽省荡山县的特产 酥脆中充盈着甘甜的水分 可是这么好的梨 却和竹母手中的松茸一样 也曾面临着销售的困境 那时候这下销不出去 那时候真销不出去 那时候都下的 都搁着地铁都一嘴一嘴的 树上都烂料多些 都没人来买 因为村里都是老年人 没有年轻人 而且老年人都是老年纪 有一个老年纪就不错了 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什么叫微信 什么叫微博 就不知道网上还可以卖东西 我就觉得 我在网上尝尝卖 看能不能卖出去 就发微信朋友圈 发微博 结果几天的时间 把我们村里的梨子 卖了七十多万斤 三四天的时间 卖光了全村的梨 吴炎燕一战成名 她确定了一个方向 要把荡山梨通过互联网 这一新农具 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 过去 大伙在实体店买水果 能直接挑选品项好的 现在把消费者搬到线上 把控品质就变成了商家的职责 吴炎燕必须要让消费者 拿到的梨规格一致 每一个都脆爽可口 可现实很骨感 它从村里收来的梨大小不一 精苹果还不到百分之四十 没有精致化管理的时候 它这个一棵树上面 可以长一千多斤梨子 然后它一个枝上面 都压得都搬了 而且是大大小小的梨子 不一致 小的就是二三两 然后那种水果是不受欢迎的 几乎是扔掉 卖不上去价格的 这里是吴炎燕合作的农户家的梨园 梨园里是几个人才能抱住的百年梨树 在2015年 吴炎燕突然对种了大半辈子梨的老乡们提出 摘掉树上一部分长好的梨 减少梨的产量 他们不愿意 然后我是一家每家每户的敲门 去跟他讲这个理念 他说一个树我一结一千多斤 我还卖不过你几百斤 我长得好好的 你偏给我弄掉 多心疼啊 那都是钱 就不同意 吴炎燕决定给农户们打个样 他承包六十亩梨园 把鸡鸭鹅赶进去 把原本喂鸭喂鸭的黄豆饼喂给树 这样下来成本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吴炎燕顶着资金压力 坚持了两年后 到2017年 他面临着资金断裂的风险 前所未有的创业的压力 都觉得要放弃了 但是又自拔不出来 就觉得靠这一股劲 这边种着树一直在投入 唯一能换回点资金的 就是线上消费者下的订单 可吴炎燕没钱再请工人打包了 她和仅有的三个员工 开始自己装箱发货 不眠不休 然后她女儿的话 就放到那个快递箱里面睡 然后我们在那里打包 然后她女儿醒了 我们抱一会儿 抱一会儿给她睡着了 再给她放到快递箱里面 我们接着再打包 都打包一夜 那时候我们就四个人 反正就正在这 一想那时候太难了 2017年的秋天 吴炎燕的梨丰收了 她的梨又大又甜 吴炎燕将价格提高到了2.5元一斤 终于卖出了金苹果的好价格 像这种 这种是属于金苹果 最受欢迎的 而且果形也好看 果汁又多 然后基本上这精致化管理了以后 百分之七八十 都会长出这样的 虽然输果以后 产量减少了近一半 可是吴炎燕将梨的价格 从两角一斤 提高到了2.5元一斤 母产值增长了将近两倍 2.5元一斤的价格 迅速说服了农户们 跟着吴炎燕 按照新方式种梨 单做电商我是做不好的 我不注重品质 我还是做不好的 对 我要从果农开始 跟它洗脑 你一定要种出好水果 你要不是种出好的水果的话 我到我这个C端 我就卖出去好价格 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农产品 质量和流量相互成就 激烈的竞争 让经营者必须同时抓好流量 做好品控 吴炎燕从一开始 就为每一颗梨的品质 下足了功夫 可竹母在最初还并不太明白 寄出一颗品质不够好的松茸 会给它带来什么 二斤七秒 2018年 竹母账号上的粉丝量 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万 每天卖出四百多斤松茸 大部分松茸 是竹母从老乡们手里收来的 竹母会给出比市场上高出5%到10%的收购价 是一个我就跟他说这货有点差了 我说我不敢收 然后他说哎呀 今天拧了一天的雨 然后他说是一个老妈妈挖的 他说也不容易 然后就说那给你了 算了算了 因为说实话 我比起他们好赚钱多了 我觉得他们的钱来得太不容易了 直到现在 竹母依然会收购一些 经销商们不想要的开散松茸 而在最初 他把收来的这些松茸 都发给了粉丝 质量不统一 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负面评论汹涌而来 飞速下降的关注度 来得比竹母想象的还要快 一边是市场对他提出了品控的要求 可另一边是他不忍心拒绝的老乡 竹母决定换一种方式 给每一颗松茸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最多可以选得出来 这么一小楼的四五框就选不出来了 只能选这个一点 还是发给客户的是吧 是啊 全部都发给客户的 而且这种就是烂掉的 还有这种没有根部的这些松茸的话 我们是不会给客户发的 从2018年起 竹母将松茸严格分歧 只取最好的30%发新鲜松茸 而剩下的70%松茸 竹母也找到了另一条赛道 松茸干片实现他们的价值 把握流量 严格品控 竹母和五颜艳都坚守着 电商平台的经营之道 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 他们二人也各自拿起手机 开启了一段新的探索 一个人吃起直播架 拿起手机 打开直播的时候还紧张 手都抖 但为了卖梨子 你要练旧的脸皮厚 我就是为了卖货 把我们家梨子卖出去 结果 一个人都没有 后来进了两个人 还是我同学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临时 五颜艳的冷库里全是滞销的鲤 直播是一条也许能走通的路 她组建了一个铁娘子直播团队 鼓励身边有才艺的宝妈们 在直播间里多多展示 让直播间充满欢歌笑语 偶尔小宝贝们也会来露一首 开始 三 二 一 当上老小 你们看 走门床北 休一休 开始在当上 工厂里 黎园里 随处都是五颜艳的直播间 2020年 五颜艳和她的铁娘子直播团队 每天坚持直播 卖光了六千万金梨 销售额达到了1.8亿元 而和五颜艳一样 直播也为着母的电商事业 添了一把火 自己找不到松荣的时候 我想着 我这里面直播间里面还有人啊 我可以直播着跟他们聊聊天啊 大家一起就感觉是 很多人几千个人 一起在这座山里面 找着松荣一样 所以我就会跟他们去互动去 然后他们有时候还会跟我说 在直播间里面 他们说琢磨那边有个土壳着的 能不能帮我打开一下 是不是松荣啊 然后我就把直播开着 一边在自己在找着那个松荣 然后一边他们在下着淡 当时半个小时卖出了十六万 直播放大了远方大山里 人们劳作的细节 一个人干农活 成千上万人跟着感受 干农活的苦语乐 琢磨和五颜月一样 都牢牢抓住了互联网时代的 这个新机遇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 哎呀 咱们看完节目了 你看 今天有惊喜 来 那个同事呢 也算是有良心啊 为什么呢 刚刚啊 松荣干片被他们给抢走了 抢走了之后呢 用松荣干片炖了点鸡汤 咱们尝尝 哎呀 要不是因为有点烫啊 我恨不得这一碗全喝了 确实是鲜美 你看 这热乎汤一喝 一会儿呢 咱们再吃个梨高糖 咱们润润嗓子 那叫一个美呀 确实像格荣卓母 吴颜颜所说的 要感激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新时代互联网的发展 让我们能够 轻轻松松地动一动手指 这些好货就能够 直接从源头 来到咱们消费者的手中 也要感谢这些 助力农产品销售的新农人们 他们通过电商直播 将优质的农产品 带出大山 带到村外 创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老铁门啊 面对这么多诱人的好产品 各位千万别客气 山里好货 手万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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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